今天直播的主題是 下雨天要騎毒人還是陪家人 我先確認一下我的音效 今天直播的主題是 下雨天要騎毒人還是陪家人 音效的收音是正常的 今天會分享這個主題是因為說 今天早上起來之後跟車友在聊天 就說 下雨天有沒有建議哪裡可以騎車 目前是沒有啦 那就算是我在教學的場地在原山溜冰場 它本身也是一個半開放的空間 它上面是高速公路的橋樑 然後它下面是一個溜冰場 它有這樣的一個 可是它左右兩邊是沒有遮蔽的牆啊什麼的 所以如果雨大一點的話還是會噴進來 所以也會有一些積水 也擔心說如果這時候練車也會打滑摔倒受傷等等 也有可能 然後後來我就想一想 那今天可能可以去那個 圓山花博 那圓山花博為什麼會建議呢 因為它本身 有很多地方也是半開放性的空間 然後 像 如果是下雨天的話 它可能 去那邊的人就不會這麼多 如果真的要繞的話 你也只能在那個地方去繞 可是就局限在那些小空間裡面 那後來我們聊聊聊 我們就覺得說 嗯 那我覺得 我突然覺得說 那這時候下雨天就是陪家人最適合的時間啊 因為 呃 看是陪家人要去逛賣場啊 呃 什麼 好差多啦 加差幅啊 之類的 就去逛大賣場 那 順便採買自己要買的啊 因為有時候 男生幫忙女生去採買這些東西 搬搬東西 其實也是 也是 也是減輕女生的一些老家 家庭的勞務工作啦 那 那 如果真的 陪玩家人 像這種下雨天陪玩家人 那 呃 你也可以看你們想要看的電影啊 之類的 因為像現在 今年的疫情啊 Netflix 這樣的一個 呃 就是 網路 網路 網路媒體吧 這個叫做網路媒體嗎 然後他們就很盛行 那你就是可以在家裡看電影 陪家人 我覺得這樣也很不錯 那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 我的想法是說 你下雨天就是陪家人 那 等 呃 天氣好的時候 然後 你至少比較不會那麼愧疚說 那我 我下雨天我還出去騎車 然後天氣好還要再出去騎車 那這樣就有點 有點 玩太多了 然後 這樣如果天氣好 我們出去騎車的話 也比較不會那麼愧疚 對 所以我就是 提議的就是說 那我們可以 下雨天就 多陪家人 然後就讓 獨人車好好休息 因為 其實這一陣子啊 真的身體 身體不是很OK 所以我自己也體驗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獨人車它雖然是我的事業 但它 畢竟還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 為了要 多賺這麼多錢的話 那我捨掉了跟家人陪伴的時間 然後捨掉我該休息的時間 那真的是 拿命去換回來的 我覺得 有點不太值得啦 好 那 所以我也是這樣跟車友講說 那 獨人車只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的話 那 那你要你的另外一大部分在哪裡 你要去把它再 找回來 雖然 我有一些車友他現在是樂頭上 因為他是剛學會的學員 所以 就是很很很想 欸 電腦我想要出去騎 我想要出去騎 好 那 所以我才會提出就是說 獨人車只是大家的生命中一部分 不是全部 就記得還是要該回去陪家人 然後 如果啦 像 夏天 夏天那種五後雷鎮魚 所以我今年 今年好像沒什麼五後雷鎮魚 我覺得 我的印象中我覺得沒有 那 或者是你 今天出門天氣陰陰的 然後 你騎車出去 騎獨人車出去的時候 還沒下雨 但是回來的時候 遇到下雨 下雨的話 或者說半途中遇到下雨怎麼辦 其實呢 好 我今天沒準備道具 哎呀 好啦 我就大概 講一下 我的邏輯 就是 我都 我都會在我的包包準備像一個 比這個大的垃圾袋 好 比這個大的垃圾袋 那 我的用途是 這種垃圾袋啊 我會 在這種下雨天的時候 我還要再趕路的話 或者是 我要再騎一段路的話 我就會把 塑膠袋套在 獨人車上面 那 坦白說 獨人車它不是防水的 所以 它輪胎在 運轉的時候 它會 它會把水捲到內殼裡面去 所以 相對的內殼 是一定是相對一個潮濕 甚至濕潤的一個空間 那 如果這時候 雨再下到外殼上面的話 那 它 真的是 背負受敵 我覺得 你 壞掉的機率 是比別人還要來的高 所以 我的做法是 我會在 獨人車上面套一個塑膠袋 然後騎一段 騎一段路 那 到了捷運站 你要把這個塑膠袋丟掉啊 幹嘛的 都還沒問題 因為都還算輕便 然後 捷運站都還有那種 資源回收的 因為 塑膠袋嘛 也可以資源回收啊 那你還可以丟 丟垃圾桶 那或者是甩一甩 然後折起來 因為你出了捷運站 你還是可能會騎一段路 所以 呃 塑膠袋 對我來講 我都基本上已經算是 隨身必備了 而且已經算是 呃 去採買購物的時候 我也會 帶這樣一個 塑膠袋 就當購物袋使用 所以不妨 車友你們可以去這樣子 配備一個塑膠袋在身上 就算塑膠袋再貴啦 你也不會一個貴超過50塊 20塊 就是你可能去找一個 跟你的獨輪車大小 相符的 那個塑膠袋 然後你帶在身上都還能當 購物袋來使用 我覺得是很 很一舉兩得 那 如果這時候你 塑膠袋套著 然後騎到家了 那如果你這時候 你還要再 呃 怎麼保養呢 就是 車子一定是關機去靜止 不要動了 那 真的是沒有 好 那假設這個是獨輪車 那車輪一定是在下方 那我們就是一樣立著 然後靠在車 就是牆壁上 然後讓水分是滴完 那 我大概滴個一兩小時之後 我會回來之後 然後把 本來是 獨輪車是直的嘛 那我們把獨輪車 就是有點傾斜的放 那 去吹電風扇 輪胎的地方我會去吹電風扇 然後我會再把 廚師機推到旁邊去做廚師 我會在最短 我的設備有限的最短的時間內 去讓車子保持乾燥 那很多 很多人就 沒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因為 畢竟獨輪車 呃 或是說平衡車 電動滑板車 呃 是這幾年 五六年間 然後這 一直 風行起來 然後 會有這樣的一個 保持乾燥的 觀念 或使用的一個 想法是 比較沒有人會願意這樣 不是說 不是說他們不願意 是沒有這樣的概念去 保養車子 那 我會比較希望說 車主你們就要有三個 保養的概念 就是 保持乾燥 充飽器 就是每個人的胎壓 或是說胎壓的範圍會不一樣 但是輪胎上面一定有 然後 再來就是 保持乾燥 OK 充飽電 充飽器 保持乾燥 通常保持乾燥是 大家沒有這樣的一個 觀念 跟一個想法 所以 保持乾燥對獨輪車 齁 不管是 你只要是電動車來講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 要不然除非你是 口袋賣口賣口 你就是 錢多多 多到我覺得不要不要的 那 這時候你要怎麼騎 那是你的事情 因為 壽巢 原廠是不會給你保固的 原廠是不會給你保固 那 壽巢就意味著 原廠沒給你保固 那你就是必須花錢 去維修 而且我必須講 如果今天 來找我的 你不是我的客人的話 那 壽巢 我發現的話 我基本上 我會拒 我會拒絕維修的 那 坦白說 會有很多人 就是說覺得說 為什麼 我要給你錢賺 你不想收 因為 你只要壽巢過的車 你損壞的機率 高達50%以上 這是很多 很多車主 沒辦法 沒辦法 理解的這件事情 因為 這就像你去買 泡水車一樣 你可能換了某些零件 然後 那些零件 目前都可以讓車子正常運作 或 正常的去使用某些功能 可是在你之後使用的幾個月內 它要壞哪裡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然後 電子設備 真的就是 你現在測量這些 電子主機板 然後 都是正常的 那 我很難去跟你保證說 我幫你換好A零件 逼零件壞了 那是我的事情 還是你的事情 所以 這個部分是真的很難去釐清的 所以 這已經不是錢 就是 我就覺得 會 有這些麻煩的事情 所以就 不修 因為 之前還會覺得說 好了好了 就是看 一台車也不便宜 然後就幫客人修 修了還是 自己惹麻煩上身 那現在也學乖了 就 解釋清楚 然後 聚修的原因 那 客人也懂 那懂 可是 客人還是找別人修 呵呵 OK 那 那也OK 至少 我 我說明了為什麼 我不修的原因 那 呃 因為 至少我在意的是 使用者的安全 就是 我沒有那 我沒有那種 把握 然後可以讓 這台車 你泡水了或受潮了 修好之後 然後再使用 是絕對安全的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這樣 給一個保證 OK 所以今天 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下雨天啊 就是 陪家人的最佳時機 然後 陪家人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獨人車真的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 呃 多陪家人 嗯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再一次分享說 有關於 車子 獨人車 不管是什麼樣的電動車 就是保持這三件事情 充保電 打保你的拆壓 保持乾燥 哦 你只要是電動載具 都盡量保持這三件事情 好啦 我是 建議騎士們多陪家人的騎士店長 那我們下次不定時抱抱再見囉 掰掰